2014南投葡萄街 日前在信义香农会 美子梦工厂热闹登场 透过彩绘临的内容 让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 在选购葡萄之余 还能够体验趣味活动 新义香农会不定期举办各项活动 为地方产业推广 总是不遗余力 今年所栽培的葡萄 更是受到许多外地民众的喜爱 越远时清水也指出 新义香的地理环境 日夜温差大 所栽培的葡萄品质优良 口感极佳 这个葡萄节的活动 非常感谢很多的乡亲 还有游客来到我们新义香 我们新义香的葡萄 全世界来说是最好吃的葡萄 为什么呢 我们产的这个葡萄 在气候方面或是水质方面 都跟平地的不太一样 气候方面呢 它的气温呢 温差 有落差很多 有时候晚上呢 会常的冷 白天呢 就会很热 透过葡萄调整产期 几乎可以全年生产 以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同时透过这次的展售活动 也让地方的葡萄产业打开居民度 让许多小费者都赞不绝口 我们新义香的葡萄 跟外面的差别 就是因为 我们日月温差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葡萄黑 然后又有香气 吃起来口感是Q的 因为我们是套袋栽培 然后所以说我们的 从幼果起就很小就开始套袋 所以我们的果粉 可以保持得很漂亮很均匀 我们产季从国立七月 到国立的二月 就是隔年的二月这样子 就是有分三期 南投县新义香的地理环境优越 相当适合栽培葡萄 在全国行销市场上 占有重要的位置 身具发展潜力 欢迎民众多多品尝选购 美食文宏佳燕 新义采访报道